時事焦點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時事觀察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梁建峰 到了星期五大家期待的對話學人時間 在這裡提示一下大家的對話學人 除了現在直播可以聽到之外 其實這個節目就在我們星電視的YouTube頻道上 也都可以聽得到 所以你要重溫的話 或者介紹給朋友 如果要轉貼可以去到我們星電視平台 在YouTube上 你們看看星道達TV就可以找到我們了 好 我們開始今天的節目 學人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今天都可以有很多有趣的新聞講一下 因為香港這個所謂的抗爭 這些動騷亂 持續兩個幾月 漸漸這些國際的聲音就越來越多 事件也都好像 出了一些很嚴重的事 其中一件就是 英國駐香港的一名的使館職員 就回到內地突然間失蹤了 家人就說整個兩個禮拜聯絡不到他 最離奇的就是收到一個短訊 就說我過關了 但是就不見了人 那麼英國政府又要表示關注 你讓我讓 好像現在有些新消息 韓先生你跟我們說說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 其實這宗新聞嚴格說起來 根本不是什麼政治新聞 你可以歸為社會新聞 甚至是娛樂新聞都可以的 大概的過程就是這樣 這位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的 在香港當地的僱員 就叫做鄭文傑 英文名叫做Simon 就前一陣子上深圳出差 據說是開了一個會的 後來就失戀 沒有了聯絡 於是就在4月20日 21日中國在北京外交部的新聞發佈會上面 有記者就問新聞發言人 鄭爽問他 喂 香港有位英國領事館的僱員失聯 你有什麼說 鄭爽其實就在4月20日 就是前一天已經知道這件事 鄭爽就說 很多人昨天已經提到這件事 既然你們問起 嚴格說起來 這個不是外交事件 不是外交事件 但是你們既然問起來 我就去查一查 就查到了 這個人 不是英國公民 是香港的公民 在深圳 因為違反治安管理條例 被深圳警方行政拘留 就這麼多事 沒有說名字 沒有說他因為什麼事拘留 也沒有說什麼時候拘留 什麼時候拘捕 總之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呢 也沒有說 因為違反治安管理條例的第六十條 因為違反治安管理條 於是就行政拘留十二十 於是行政拘留十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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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就是這樣 就是這位 Simon 就去深圳 出差 在這個期間 大概就是嫖娼 被警察抓了 判了15日 行政拘留 大家要注意 一件事 這位Simon哥被人抓的日 是8月9日 即是說這件事公開出來 在中國國內的官方 確認 就已經經過了11日 才公開的 記者又追問 為何你們不通知他的家人 深圳警方就說 因為是這位 鄭某傑 是自己要求的 就不要通知家人 那麼我們呢 就接納了他們的要求 所以就沒有通知 事情到此為止 其實呢 應該今天不放 明天都放的了 已經15日了 所以呢 本來這件事呢 如果西方的傳媒 和英國的官方 忍多幾日呢 這位Simon哥呢 就可以靜悄悄 出來自己乘火車回香港 當什麼事都沒有 最多找個理由 就是掩飾一下這十幾天去哪 這樣而已 但是現在不是 就爆出來 全世界都知道了 就說他在深圳 然後嫖娼被人抓了 這樣 事情基本上 經過就是這樣 當然 少不免呢 引起一些猜測 那麼 敵視中國的這些 傳媒啊 是人啊 不會說 這個就是被人誣的 是吧 深圳警方強硬誣她的 因為這個是 英國領館的職員 所以 強硬誣她 所以叫做被嫖娼 那麼這個有一個 一定是有一個這樣的說法的 但是我又是質疑了 喂 如果是屈她 如果是 因為現在 香港最近的情況是這樣 中國當局呢 想找一些 反擊的武器和手段 那為什麼隱瞞了 將近十天呢 才是由你們這些人爆出來呢 本來他一抓她 就應該就爆了嘛 是吧 第二 如果 反正都是屈了 為什麼要屈她 嫖娼呢 為什麼不屈她做間諜呢 為什麼不屈她 顛覆中國大陸政府呢 是吧 找一個十多天 就可以解決的 這麼輕的罪名來屈她 是吧 所以我認為呢 你說大陸 屈她 強硬屈她呢 這個是 不多 令人 順服的 是吧 另外 大陸的官方做出來的姿態呢 當然 非常高尚 是吧 就是 她因為這樣 我們 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 我不管你是誰 你違反了條例 我就 罰你 十五天 拘留 是吧 但是呢 因為你有隱私權 你要求 不想給 家人知道 於是呢 我們就接受你的要求 不讓你 不讓人知道 是吧 大陸政府 好像 就很 很人道 很仁慈 是吧 有人 當然 不妥於這種說法 是吧 我呢 就比較 傾向於什麼呢 你說大陸強硬鬱她 不多次 你說大陸真是 治安當局的公安這麼高尚嗎 我覺得 亦都不多次 是吧 最似的應該是什麼呢 我覺得最有可能的就是 本來呢 大陸呢 就 真是 不多想 將這件事 對出來的 因為 都幾 幾敏感一下 這個時候 對出來 不多不少當然有些風波 但是呢 你說 真是很高尚嗎 又不是 好了 既然你們爆出來了 借題發揮一下 也都會有的 最可能的情況會是 一抓到這個 西文哥的時候呢 就馬上知道 嗯 他們那些人 一定會來搞事的 一定會來作大去的 於是 先撐住 不出聲 等你們來發爛 啊 於是 這幫人果然呢 啊 就來發爛了 啊 那一發爛的時候啊 啊 還要中國還要啊 搞些啊 表面上 好像嬌嬌嬌 那樣的啊 所以耿爽的那個發言呢 就是不檢他的名字 啊 不說什麼原因 好了 第一 先通過 環境自暴 啊 通過 通過 新文街 啊 啊 這個呢 就 肯定呢 這樣的爆發呢 就有一些 預早預經 就 安排好了 啊 你們不爆呢 這件事就這樣過了去 你們一爆呢 我們就拿些 真東西出來給你們看 啊 於是呢 就搞成這樣 那現在最慘呢 就是這位西文哥啊 啊 啊 中國的網友呢 有句名言的 啊 叫做 不怕神這樣的對手 最怕就是 豬這樣的隊友 啊 那這位西文呢 就簡直是啊 啊 衰運就走到 涉了地 啊 不單只有神一樣這樣的對手 啊 還有豬一樣這樣的隊友 啊 本來呢 這麼收家的事人 啊 不想讓家人知道 啊 怎麼知道呢 現在全世界都知道了 啊 啊 啊 如果啊 他放了出來 回香港 啊 馬上很高調地說 我是受迫害的 我是被人屈的 怎樣怎樣怎樣 有沒有這個可能啊 有 有這個可能 但是 我勸他 不要制了 啊 啊 因為大陸 能夠這樣搞得到你呢 啊 一定是 已經早有準備的了 啊 如果呢 一說你是政治迫害呢 大陸呢 很可能就是把你和那個 那些失足的 性工作者的照片 啊 等等這些的東西 這些證據呢 都爆了出來 那時候呢 啊 你想正經地借眼 都不行了 啊 那麼這個新聞 雖然是比較輕鬆的 一個這樣的新聞 啊 但是呢 我覺得有都幾嚴肅的政治 哲學的語味在裡面的 啊 如果我們細細品呢 應該會品出一些道理來的 就是什麼呢 就是 中國共產黨是搞政治的高手 啊 你那些烏合之眾 你怎麼搞得過人啊 啊 是吧 就是等於一個 一個就是 見步行步的騎士 和一個 能夠一步可以看 針後十步的高手來做棋 輸定了 是吧 那所以 政治鬥爭 也是這樣啊 啊 有沒有眼光 有沒有遠見 這個是很重要的 啊 你們這些這樣的 啊 就見到 見到那些小小東西 就以為撿到寶 沒有意念的人呢 啊 很可能呢 就是啊 啊 在今後的 繼續的 博弈裡面呢 啊 啊 輸得很慘 這個基本上是可以 肯定的 嗯 好 我們休息一會兒 先休息一會兒